这再次证明美方一些政客出于一己之私利 唯恐中美关系不紧张 唯恐台海不动荡 唯恐天下不乱的险恶用心 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 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 中国国防部国台办也发表了声明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国军队绝不会做事不管 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 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的图谋 中国人说到做到